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 全泰這家公司 到底是怎麼樣影響到 這麼多企業跟國家的作業系統呢 全泰帶我們來了解 好 首先我們先了解 說到微軟的話 截至2023年 在全球個人電腦當中 微軟的作業系統就佔了超過6成 那麼外媒也報導 這一次的全球大當機 可以說是 目前電腦受害數量多到也數不清了 那麼英國曼車斯特新聞網報 就有講說這一次的當機 可以說是史上最大規模IT當機 那麼也有資安網路專家表示 二十幾年前 也就是在進入2000年前 到當時大家擔心的Y2K牽洗蟲 這一次是真的發生了 那麼罪魁禍首到底是誰呢 是美國的一家資安公司 叫做Cloudstrike 他們昨天就出面發生了 他們也說是他們的一款軟體 叫做Falcon Sensor 在針對Windows裝置 進行內容更新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缺陷 所以造成全球大量 Windows系統的電腦當機 那麼他們也說 這一次他們其實也找出了問題所在 而且針對問題進行隔離 而且部署了他們的解決方案了 那麼Cloudstrike到底這家是什麼樣的公司 事實上Cloudstrike才成立了13年 他們的總部是位在美國的德州奧斯汀 他們員工人數總共有8500人 但事實上Cloudstrike大部分的人 其實大家都沒聽過的 但是他們的客戶基本上都是大規模的組織 所以可惜他們原本這家公司 基本上是要為了要維護網路資安的一家公司 但這一次卻成了全球網路資安問題的源頭 好 不過這個全球大量機 當然TVBS的特派團隊 竟然意外也成了受害者 因為剛採訪完共和黨代表大會 沒想到卻因為大量機卡在了芝加哥西場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 趕快連線我們的特派記者佳惠 帶我們了解 我們現在是在芝加哥國際機場 那麼剛剛我是在聯合航空的客服櫃台 排了大概半小時還沒輪到我 因為我們結束了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採訪 那麼從芝加哥要回到華府 那麼今天早上就看到通知說 這個航班有可能會有延誤 所以我們是可以上網 或者是說透過手機的APP來改行程 問題是這些行程 這些網站還有APP 其實也都出現當機的狀況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邊 其實和在台灣搬機受到延誤的旅客反應 可能會很不一樣 大家大部分知道情況發生了什麼 那都是耐心等到 我們來聽聽旅客的說法 那麽原本兩個小時 那麽原本兩個小時的航班就可以回到家 現在如果改開車 最保險的做法可以確定今天回到家 至少得要12個小時 GVB的新聞黃松普 妮嘉輝 在美國芝加哥所做的報導 好 不過現在大家全主的焦點 全部都在這美國大選 因為11月就要登場了 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尋求連任 但是因為他年紀大 再加上跟川普的辯論會表現不佳 現在已經揚起了一個換敗的宣浪 連同民主黨過去幫拜登背書的 像是前總統歐巴馬 最近好像都鬆口說 拜登的連任希望越來越小了 我們再來請教就是陳泰 因為現在加上拜登確診 所以很多人都說這個週末 拜登是不是有可能 他要來宣布退選 您覺得現在的狀況如何呢 陳泰 好 我們先說到拜登 一直以來都跟同一陣線的歐巴馬 這次確實是鬆口說 他的連任機會非常渺茫 但就可以看出拜登 這個換拜登的聲浪越來越大 但是目前為止 新冠確診正在隔離中的拜登 他也說了他是不會退選 而且預計下禮拜 他都會重返競選的造勢 可以看出說他這次選舉造勢 而且競選的決心是非常的大 包含他的競選總幹事 這個叫做迪倫 也上節目說拜登是會選到底的 那麼他選到底這種情勢 確實會發生了 確實會引發一些金主 包括支持者紛紛下車的狀況 包括連參議院的領袖 還有眾議院的領袖 甚至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也都紛紛向拜登施壓 要他下車 但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拜登是還絕對不會下車退選的 那麼大家都會關注 像科技公司矽谷大佬 包括馬斯克 過去就有表態說 他支持川普 那麼這一次META執行長 也是他們META的創辦人 佐克博 他的立場是如何 但到目前為止 佐克博他是拒絕表態的 所以現在的情勢來看 到底怎麼樣 拜登才會退選 其實拜登前幾天就有說 除非他的健康惡化的話 他才會退選 但現在拜登畢竟也年紀大了 像主播剛剛說的 拜登他在辯論會的時候 他的表現非常不佳 所以各界都在觀望 如果他退選了怎麼辦 其實專家學者都在說 副總統賀錦麗目前可以說是 換拜登成為民主黨候選人的 最合理的人選 尤其賀錦麗現在的民調來說 根據這個美聯社的最新民調 其實民主黨人 將近有六成都認為 賀錦麗會成為一個好的總統 可以看出賀錦麗現在的身是非常的旺 那麼接下來現在川普陣營這邊 川普到目前為止是沒有針對 換拜登這件事情進行表態 但明天的話 川普在台灣時間早上五點的時候 會在密歇根造勢 到時候他會不會針對 換拜登這件事情發表態 也是大家關注的 最關注最矚目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現在全台帶來的國際分析 不過我們要帶您鏡頭轉回到國內 那麼現在兩個低壓已經形成了 最快明天就會成為颱風 最新的路徑 氣象鼠有最新的說明 畫的微星圖 可以看到台灣附近的上空 目前還是太平洋高壓 所盤踞藍色的區塊 不過在太平洋高壓的南側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以及南海 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南海附近這一帶 是第四號的熱帶性低氣壓 而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則是第五號的熱帶性低氣壓 我們要特別關注的就是 第五號的熱帶性低氣壓 它目前它的對流氧系 發展的是還滿不錯的 所以預計近面兩天 有可能會發展為一個輕度颱風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說它發展為輕度颱風的話 它現在的中心位置 是位於鵝鑾鼻的東南方 大概是1,120公里的海面上 向西北的方向來行進 之後的話有可能 慢慢的偏西北溪的方向 然後從琉球附近海面 然後又再微微的再轉向 西北的方向來行進 不過後期的不確定性還是滿大的 要看這個颱風未來在 尤其是22、23號以後的路徑 可能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存在 所以氣象處也在密切的觀察當中 那目前看起來 就是在星期三以及星期四這兩天 可能是距離台灣相對距離 是比較近的這一段時間 所以它的影響的大小 未來還是要看它的第一個強度 它的半徑以及它的路徑 來決定影響我們台灣的 這個風雨的情形 不過由於有颱風接近 所以未來一個禮拜 還是要請大家特別留意 這個颱風的動向 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 未來一個禮拜的定量降水趨勢圖 今明兩天算是 未來一個禮拜 雨勢算是比較稍微沒有那麼多 不過在中午過後 還是有一些午後雷震雨 要特別的留意 尤其是在 今天在中南部地區 還有北部的山區 中午過後還是可能會有 午後的雷震雨 特別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還有嘉義以南的嘉南地區 今天午後還是可能會有 比較大雨發生的機率 在週一 也就是後天 目前看起來就是 由於台灣就是位處在一個低壓帶 就是在熱帶性低壓或颱風 所位在的那個大的低壓區裡頭 所以在像是北部東半部地區 都可能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震雨 這個時候也是吹比較偏東南的風向 從20號一直到22號 大概都是吹比較偏東南的風向 還到偏東的風向 那22號這一天 中午過後其他地區也有可能會 有這個午後的短暫震雨出現 然後之後的話 在週二 下禮拜二 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颱風的外圍可能就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影響到我們天氣 所以屆時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北部東北部以及東部地區 都有可能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也有午後的短暫震雨出現 而之後在24號到26號 就是颱風是最接近我們台灣的時候 尤其是星期三24號 星期四25號這兩天 目前的路徑看起來是相對比較 接近台灣的時候 所以所帶來的降雨是最明顯的 不過降雨的這個量值 還是要看這個颱風 未來接近我們的程度 還有它的強度的變化來決定 至於今天的溫度來看的話 今天整體還是有高溫出現的地方 滿多的 只有在苗栗還有新竹市 以及馬祖以及澎湖 是沒有36度以上發生的機率 其他大致上都是有36度以上 發生的機率 特別是在屏東還有台東 會有38度左右 極端高溫發生的機率 所以要特別留意 多注意防曬並補充水分 那未來一個禮拜的溫度變化趨勢 大致上來講的話 像今天的話 大台北還有那個南部地區 都有可能會有37度以上 高溫發生的機率 不過隨著時間 因為到後期 颱風逐漸接近 所以高溫的情形 就沒有像精明兩天這麼明顯 而是呈現逐步微降的情形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總整理 就是精明兩天 台灣附近仍然是屬於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高溫而炎熱 因為東南風的沉降關係 所以大台北 中南部地區 都有可能會有37度以上 高溫發生的機率 一定要特別注意熱傷害的情形 中南部山區以及迦南地區 今天可能會有 虛幅大雨發生的機率 也要特別留意一下 接著就是大家所注意的焦點 就是這個熱帶基金機器 它可能在精明兩天 就會發展為一個輕度颱風 發展為輕度颱風以後 會慢慢的在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是最接近台灣 接近台灣的時候 可能是在一個中台的規模 以上的一個颱風 所以此颱風的風雨的影響 也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週二開始就是由於颱風 已經漸漸接近我們的海域了 所以可能像是週二的時候 北部 金融北海岸東半部 以及橫沉半島 就可能會出現長浪 然後在週三的時候 在馬祖還有台灣西南部沿海 也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長浪一直可以維持到週三週四 後面要看颱風的路徑而定 所以就是長浪就是在週二開始 就必須要注意沿海的 長浪發生的機率 那此外就是今天開始到週三 由於適逢年度踏槽 所以在台南至屏東及 金融北海 宜蘭 要特別留意海水倒灌 還有積淹水的情形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天氣預報 說明會 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以後帶您看到高雄鳳山區 現在發生五 早上八點多發生了火警 傳出爆炸聲響 住戶緊急逃生 詳細行行 廣告住戶回來 帶您一起聊天